這是第一次 也將會是最後一次到帛琉來 因為民眾李小姐這一趟旅程 覺得自己受盡委屈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很意外 也 我不會再去帛琉了 李小姐6月17號 跟朋友要去帛琉潛水 但入境時 因為等待移民館檢查 等了一個半小時 沒想到去一趟廁所回來 突然就被指示 要跟著兩位女海關走 無故被帶到小房間 甚至被示意要脫光 身上衣服檢查 我是一直很抗拒的 因為我覺得 我又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你也沒有搜出 我有任何違規的東西 我憑什麼要脫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不配合的狀況下 我會被怎麼樣 所以我還是配合了 然後我就哭著離開海關 海關盤查是被授權的 但連私密處也被要求要檢查 李小姐很抗拒 後來有知情人士透露 5月有大陸籍女子 翔闖關被攬下 才會發生這一連創的狀況 對此外交部回應 已經在第一時間 向帛琉表達關切 解釋並非差別待遇 只是說 李小姐花了7萬多塊 明明沒有前科 沒裸露 沒露刺青 也沒帶微禁品 卻受了一肚子氣 6月22號準備返台 最後一位領到機票 擔心可能被註記 也就算了 但遇到了帛琉人 讓李小姐真的氣炸 被一群人不友善調侃 你好嗎 你好much 當地的台積導遊也說 是第一次聽到這狀況 不過近期確實有加強檢查 但明明有氣毒犬 其實態度不用這麼強硬 李小姐無奈自己連三個月出國潛水 真的沒碰過這種情形 當下你要找大神業不好 你可以要求一個可翻譯的 翻譯的人員 會講中文的人 來來協調 只能說出國旅遊行 但人處異地 遇到狀況 真的保命還是最重要 TVBS 許佳瑞玲厲害報導